環保署長張紫敬前往帛琉擔任特使 參加我們的海洋大會 對於解決海洋污染發表專題演講 這也是我國首次以官方身份受邀 而環保署長更是歷來最高層級 此外 瑞典的代表團訪台 在昨天出席國際記者會 強調此行就是表達歐洲支持臺灣的訊號 嚇阻中國 身穿由廢棄塑料製成的淡綠色襯衫 符合支持環保的演講主題 環保署長張紫敬赴帛琉參加OOC 我們的海洋大會 十四號針對解決海洋污染 發表專題演講 提到臺灣回收海洋廢棄物 再利用的具體貢獻 張紫敬這次擔任特使出席我們的海洋大會 主辦國帛琉總統惠樹人肯定臺灣協助帛琉舉辦大會 這是我國首次以官方身份受邀 環保署長更是歷來最高層級 直至官網介紹張紫敬不見中華民國 只剩臺灣 立委認為這次中國沒有參加 我方應爭取使用中華民國 此外 瑞典代表團放臺 十四號出席國際記者會指出 此行就是表達歐洲支持臺灣的訊號 帶有嚇阻中國的意圖 也被問到歐盟如何用具體行動幫助臺灣自我防衛 至於WHA世界衛生大會五月登場 臺灣已五年未受邀 吳昭謝表示目前尚未收到邀請函 但外交部仍在持續努力中 沒有放棄 記者黃子杰 陳昌偉 台北報導 有關 記者黃子杰 陳昌偉 台北報導